受新冠肺炎,COVID-19,疫情影响,代理台湾多亿测验的中心公司表示,原定2月16日,2月23日举行的多亿英语测验,将延到3月7日及8日办理,成绩单3月17日祭出,仍能搭上多数大学申请入学期程。 为防止疫情,维护考生健康,测验当天考生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考场,请考生自备口罩。 入场也会晾额温,考生额温超过设施37.5度以上不得应试。 中心公司表示,因测验延期而无法应试的考生,即日起到2月24日开放上网申请退废。 考试当天发烧或有呼吸道症状考生,请勿到考场应试,可减负医师证明办理撤销报名。 并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月5日公布的聚载染风险民众追踪管理机制,需居家隔离及居家检疫而无法应试的考生,可凭居家隔离通知书,旅客入境健康声明及居家检疫通知书申请退废。 中心公司表示,多一测验成绩是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被审资料,也是高中生学习历程档案多元表现。